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来趟我办公室 坐 以咱们组现在的情况 光指望现有的企业 肯定是行不通的 韩寒那边呢 他们的案子又死报如放 所以咱们得换换思路 怎么换 当然是去别的赛道开发新的客户了 你去调查一下 国内新兴行业的法律问题 再结合一下商业资讯 编辑床杂志的形式 每周发送给我们潜在的客户 得嘞 曾总 曾晓 您上次不是跟我说 您朋友的公司想上市吗 这样 要不要约着一起吃个饭 好好聊一聊 我是唐颖 那个行业资讯简报收到了吗 你不在青春集团的法务部了 您公司最近想栽荣一轮吗 喂 赵老师 是是是 这简报是我做的 如果方便的话 有什么朋友需要的话 可以转发给他 李哥 徐子权 上次咱们产业会的时候见过 要不然咱们改天约着见个面 莫总 我就想说那个行业资讯您收着了吗 他转行了 干影视去了 这个 这影视现在挺好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谢谢 我没有精力再去想他说的那个好朋友是不是我 我不知道他到底存了多少友谊之介 也不知道他将同一个相分名字写在多少女孩的手心 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暧昧的对象 我只知道自己已经很累了 姐 你怎么才回来呀 你这一天不见是不是出去约会男人去了 我 我倒想 来 你怎么了 奇奇怪怪的 下野菜准备好 小酒准备好 世书反常 必有妖 请坐 你说 有什么事求我呀 姐 你可能以后都不用收留我了 许家白今天送了我一个礼物 星姿 星姿 是我 前两天是我不好 你要想看我手机给你看呗 我把锁给你解开啊 我才不看你手机呢 你肯定该删都删了 那你说 我要怎么做才能原谅我啊 你自己说吧 你最近干吗去了 为什么消息回这么慢 薪姿 我发誓 我徐阿百百百对你坦潮 手机随便看 电脑随便翻 以后不管咱俩吵不吵架 所有事都是你对 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问的是你这个吗 我问你最近干吗去了 真没干什么 宝宝 你不说是吧 不是 你不说那我们俩就算了吧 不是 什么算了呀 你好假 什么假 宝贝 宝宝 星姿 别拽着我 别生气嘛 这么大火干吗呀 你犯错又不是我犯错 我为什么不能生气啊 我保证啊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 我这样天干吗去了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也不知道这位礼物你喜不喜欢 这是 啥啦 这是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要不然那送给谁啊 你好傻呀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值得 把手给我 好 从今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小家了 收好了啊 好 有点热 你让我缓一缓 一个房子 太也太好了吧 一个房子 说送就送啊 他去年落户 然后他爸妈就给了他一笔买房资金 本来原计划也是在北京买房 只不过在偏远的地区买个二局室 但我真没想到 他居然为了我在车买了房 你会不会舍不得我 当然舍不得你了 但你真的要搬过去吗 我总觉得你们现在刚确定关系不久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试婚嘛 很普遍的 你想啊 一开始恋爱的男女 他们都互相拿着劲儿 彼此对对方都充满了幻想 可能在一起好几年都不了解真正的彼此 但是柴米油盐的生活 就能打破这种幻想 回归现实 告诉你这个人适不适合你 值不值得和他过一辈子 反正啊 你总是很有道理 我说什么呢 你也不听 就不劝你了 你想去就去吧 虽然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不是我的名字哈 但他说是买给我的礼物啊 我心里听得也开心啊 而且 我不用交房租 你有公司也才十分钟的距离 对 日常开销都是花他的钱 那我又能省时间又能省力 还省钱 我以为你完全沉浸在他的感动里 根本不考虑现实 没想到我们小仙女也这么计较啊 什么仙女啊 主要是我跟你要的东西不一样 你喜欢那种风花雪月的爱情 我就想找个人跟我结婚过日子 就是他在买房这事上 有点太傻了 你刚刚还说他好 怎么又傻了 你想啊 他如果真想跟我结婚 那他在买房的事上 就应该跟我商量对不对 我们应该选一个适合住房 或者说是有生殖空间的房子 而不是让他傻蹦蹦的 在CBD买一个依居室 他也不想想以后没有要结婚了 有了孩子怎么办啊 那也不是学区房 住也住不下 我还跟同事打听了一下 说现在买房是高位 我们那小军又老 根本没有生殖空间 你说他是理财思维 那以后我们俩过日子 还不是把日子越过越穷 他还没搬过去呢 都开始畅想未来了 那我替你说得你这么委屈 别搬了呗 你就住我这儿 就跟他算了嘛 他这么傻 我也就是嘴上厉害一下 你别惨我了 他这么真心对我 我能错过吗 好好珍惜 是个人都不会错过我 我再分别人 小心手 没事 小心手 小心手 这边再来一下 好 过去去睡了 姐 谢谢你收留我这么多天 赶紧走 在这儿待着当我多少桃花呀你 你啊 他要敢欺负你 随时回来啊 我等你 赶紧滚 小屁孩 多爱点就想结婚了 多爱点就想结婚了 真走了 我去开门 让他进来啊 你先别弄啊 好 对了 我刚刚转发你一个邮件 你看一下 又是万国 我都要被正律折磨死了 我问你 最近所里是不是刚黄了一个跨境命关 这就是这案子的原件吗 幸亏我多翻了翻邮箱 我听说你这个案子下了不少功夫呢 怎么样 还记得多少 这个案子 全部是我自己下功夫翻译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烧成灰我都能记得 但是案子真的还要做吗 正律都说做不了 那是他没碰上我这种迎难而上的律师 这个案子 打包下来 少说也得两百万 傻子才不接的 你出过方案给我 好 明天 OK吗 OK 我现在老爸 还没错 是 3 5 20 就可以 了 好 这都没有出来 你听关系吧 你竟然拿上自己招待 你现在下官 你突然决定了 你把你拿下来 你拿下来 一把手术术术术术 你把我捡 Не知道 那我把它拿下来 我还听了 你把我捡取的话 你把我捡取的 你把我捡取的 我捡取的 你把我捡取的 你把我捡取的 我捡取的 我不捡取的 你把我捡取的 早就两天了 这下午就捡取的 我捡取的 一路键 玩笑 你看过了吗 是可以的吗 走 不好意思 张吕 客户的需求呢 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 也和郭瑜我们总结了 之前工作中的失误点 还有经验教训 说实话 对于目前我们的团队来说 如果想一口气把这个案子吃下来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有一个提案 可不可以把它分包出去 昨天我连夜联系了 我同学的团队 泽瑞 泽瑞呢 他们有非常充足的 跨境并购经验 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 如果两家一起做 是不是会比较便利一些 至于利润分配这一块 可以再谈 有我在的话 我觉得也会好谈一些 您看我这个天案怎么样 张吕 报假单您看过了吗 报假单 项目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 还有涉及的小时数 以及我们的律师团队 我都列出来发给您了 预计费用二百一十万 您看可以吗 什么方向 那就发给万国吧 好 发呢 好 把门带上 你是怎么知道 你的方案一定能行的 你快说呀 如果你有两个手下 一个跟你说 把到手蛋糕跟别的囤队分一分 另外一个说 我们完全有能力独吞 你是老板你会选哪个 你肯定很懂跨境并购 还有公司法吧 我正在懂 我正在懂 你肯定很懂 何况不是有你的吗 你比顾虚聪明有勤奋 而且这个案子 所有的资料你们都整理过 那我说 这个案子最合适的团队 就是我们 你可真是意高人胆大呀 这个 我发了你几个文件包 是我从跨境并购的同学那儿 要来的资料 你也看看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俩能行吗 别怂好吗 咱们律师本来就是边干边学 下周一 早上十点 你给我腾出最大的会议室 我约万国的首席过来 你给我直愣起来 好好准备 好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呀 我 你要是忙完了先回去吧 不用陪我跟这儿耗着 在事儿我不着急 自从我妹搬走了以后 我根本都不想回家 你说人也挺怪的 她之前在家里的时候 我嫌她吵 嫌她烦 她现在搬走了 怪想她的 怪想她的 你说人也挺怪的 姐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会有这种 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吗 会啊 那你怎么克服啊 养猫 你养了吗 今天都第三只了 寂寞的三次放啊 那你可真够寂寞的 阿雪 阿雪 哪儿来的 给人去 人不在 拿一盒给你尝尝 你心里不舒服我知道 但是就算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人得往前看不是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别忘勾剑 也得卧心肠胆 人孙病还忍胯下之辱呢 那是韩信 十五 十五 哎 不对啊 嗯 我看你是不是根本就没事啊 你看我 下有事吗 行 那多一劝 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安北工业区 你还真去啊 那边能有什么机会 不去怎么能知道没有机会呢 再说了 现在上头看得也紧 这表面工作得做好 你看你这德行 现在不找人喝酒了 每天加班 你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找着对象啊 那我发现个问题 你结了婚之后挺飘啊 那关键是我恋爱生物 起码我有人要 不做口味了 低调点 低调 amt savoir 廣場了帅没用 嘴巴那天 啊 还 那 干吗 甜 怎么了呀 别生气 吃点甜的 更开心 走 带你吃饭去 许总这两天 不是业务缠身了 我要走了 走之前呢 想看看你 我要吃贵的 没问题 小时候我们班同学 都说我像荔枝 为什么呀 因为小时候我又挨又胖 满脸都有痘痘 那可不像荔枝嘛 然后你还 今天送我荔枝 没关系 荔枝甜 要不然这样 我把你的微信背出唐荔枝怎么样 随便你 坐好了 薪资真搬走了 许家把油两下钢 这会不会有些夸张啊 两局势换成一局势 就为了你妹上班帮忙 可是这买房子不是小事 你也是律师 你也知道 婚前买房这种事 就算要是给到你妹 这房子跟她没有办法性关系 那什么都算这么清楚了 还有什么意思呀 这是谈恋爱 又不是谈生意 爱本来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且不济回报 你说得没错 感情的确不理性 但人的思维是理性 正常的人就是会考虑编辑效益 沉默成本 付出还有收益 一时恼热的关系 浪漫是浪漫 但是凭什么长久 你们总不能希望 男人一边聪明果决 在社会上叱咤风流 而另一边却又嫌弃 他的伎俩和理性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女人啊 不管时代怎么变化 最嗨的就是一件事情 有没有一个男人 爱他 爱到癫狂 爱到自己连命都不要了 爱成个傻子 这样啊 女人就很开心 你知道吗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在感情里 沦为傻瓜的男人 那在社会上 他也不会聪明到哪儿去 难怪你诞生了三年啊 嗯 你呢 单身多久 爱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单身 怎么了 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刻骨铭心谈不少 其实人家也没跟我在一块儿 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地 安恋了他十年 十年 这么跟你讲吧 像我这个年纪的女性啊 还单身的 一般呢分两种 第一种呢 还很单纯 对爱情还抱有幻想 第二种呢 就特别清醒 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男人 都不太靠谱 很不幸 经过他以后 我就是后者 海散也不怪他 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 毕竟那个时候 我对世界的认知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他了 少女时期就沦陷了 有什么值得你 回忆的事吗 他叫乘客 是一个我们院子里 学习特别好的哥哥 我高中的时候 他暑假回来 会帮我补习功课 谢谢 陈老师 你家里有森林的味道 真好闻 那是琥珀跟松木的味道 的确有点像森林 我还以为 中女孩子才用香水呢 当然不是 气味是所有感官中 最特别的一种 哪怕是过去了很多年 当你闻到一个熟悉的味道 也会一下子 把你给拽回到 当时的记忆里去 你呢 有什么喜欢的味道吗 我喜欢 橙子刚刚切开的味道 有点酸酸的 很清爽 很适合你 坐吧 可以啊 唐颖 又是全队 行 继续努力啊 给 陈老师 你在看什么电影啊 《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导演的 看过吗 我可以和你一起看吗 等着 讨厌 我要打 我拖 七高警惕 保卫主公 匹里啪达 打什么 体力保卫主公 算盘能打出来这儿了 我让你打的 我让你打不开 滑动群终 干四国第四千 真正在开除 出去 你是哪儿搬的 那是我妈 不要再 我妈 别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啊 我才知道 一个男人对你偶尔的关心 并不代表他就对你有意思 就算当时他把我脑袋拖了一年 也不能证明 他对我心动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 补起勇气跟他表白了呗 然后被忽视了 从那以后我就发誓自己绝对不要进入一段不可控的感情 我也绝对不要再当爱情里面这种不自量力的傻瓜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久不谈恋爱 其实是不想屈就于追求者 又不想陷入到一段不可控的感情当中 这追你的吧 看不上 段位高的呢 你又不敢爱什么 真宁吧 高不成低不就的想干吗呢 想干吗呢 你说得挺对的 我知道了 嗯 我就应该找一个有钱又有腔调的老头 因为这个老头够老啊 所以我肯定不会真的喜欢他 但他又有钱又有腔调 我又很难拒绝他了 我就陪他熬 熬得他老到不行了 那时候我就可以继承万贯家财 然后在他的亿万豪宅里边啊 纵享我的人生 好主意 不过如果你选了一个这样的老头的话 那你说的那个人 可就是你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了 吃味吧 吃不吃味的 一不如心 人不如就嘛 你唐律师怎么说也是一妙龄独立女性 对吧 一不小心散发了该死的魅力也正常 不过如果有一天你说的那个人 不来找你 想要跟你旧情重温的话 你可要拔持住底线 你羡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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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一个姑娘 把我这么放在心里面 都是羡慕 我是嫉妒 唐勇 其实你想找的根本不是高不可攀的人 你想等的 只是一个棋风对手的人 比如说 我 到底有多甜 如果我和你说 卖水果的 你信吧 荔枝 水蜜桃 许总 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用水果氛围法来识别女孩哈 服务员 买单 记得我请了 还有啊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合格的鱼塘主 起码你鱼塘里每一条鱼叫什么名字 得搞搞清楚吧 你别